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铁撒罗尼加前书第四天 铁撒罗尼加前书二章一至八节 传道者的榜样 弟兄们 你们自己远晓得 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入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 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污秽 也不是用诡诈 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 这是你们知道的 也没有藏着贪心 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昨天我们看见铁萨罗尼迦教会信徒的榜样 今天我们看见保罗是传道者的榜样 保罗这位被神中用的仆人 在此述说自己如何带领铁萨罗尼迦信徒 值得我们学习 一个好的传道者 当有什么条件呢 一 胆量 第二节保罗提到他从前在菲利比被害受辱 但还是靠着神放胆在大征战中 把福音传给铁萨罗尼迦人 我们现在传福音也许不会遭受逼迫 但仍然有许多征战 可能会遇见难处 要与恶者与世界抢夺灵魂 这也是大征战 但愿我们都如同保罗一样 放开胆量 充满信心 突破一切难处 为主得人 二 纯正 保罗在铁萨罗尼迦教会中传到牧养 一方面所传的是纯正的福音 三节说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 但愿我们也好好装备自己 教导羊群的是纯正道理 一方面保罗在当中服事 他的心是纯正的 如同第三节 不是出于污秽 也不是用诡诈 五节也说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谄媚的话 也没有藏着贪心 保罗在他们当中不贪财 不贪求人对他的尊重与荣耀 正如六节所说 在当中不会去迎合他们 这是何等纯正的传道者 也是我们的榜样 弟兄姐妹 也许现在你也在牧养 四节说 神是查验人心的神 但愿我们常常求主查验我们的心 保守我们真是按心中的纯正 来牧养羊群 单单为神 单单讨他喜悦 三 温柔 前面我们看见保罗的勇敢刚强 这里让我们看见 他牧养羊群 如同温柔的母亲 把弟兄姐妹 当成自己孩子般 如养疼爱 若我们对待所牧养的羊群 如同对待孩子一样 相信牧养一定很不同 愿我们都能用那无怨无悔疼爱孩子 甚至愿意为孩子牺牲生命的心 来牧养神托付的小羊 展现对他们的温柔忍耐 永不放弃他们 我们便能成为一个好牧人 主啊 谢谢你厌重我 把福音托付我 我愿意学习保罗 做个勇敢 纯正 充满爱心的传道者 如同温柔的母亲一般 牧养群羊 道读神的话 铁萨罗尼加钱书二章七节 指在你们中间 纯心温柔 如同母亲 如养自己的孩子 Amen 主啊 是的 我们要学习你柔和谦卑的样式 存心温柔 在我们的肢体当中 我们能够由你成为牧人的榜样 我们也来牧养人 Amen 是的 主啊 我们要来牧养人 为母的牧养是要有 谦卑温柔的态度 安慰孩子的需要 主啊 主就求你自己 将你的温柔放在我们的里头 让我们所做的都是出于爱 都是出于甘心 Amen 主啊 是的 愿你把这样的温柔 放在我们里面 主啊 让我们所做的是出于爱和甘心 我们也要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在这属灵的道路上 为我们预备牧者 有为父为母的心 在属灵的世上教导我们 陪伴我们成长 使我们的属灵生命 能够渐渐的成熟 Amen 主啊 是的 谢谢你 在这属灵的道路上 放下许多属灵的遮盖 属灵的前辈 使我们可以效法 主啊 使我们得以长大成熟 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建造 能够被激励 使我们能够成为那下一代牧养的人 Amen 主啊 使得 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下一代牧养的人 让我们也不忘记那些牧养我们的人 Amen 主啊 主 母亲如养孩子 是把孩子抱在怀里 是关系亲密的 欧主啊 主 你自己帮助我们 恩主 让我们传福音的过程 我们就是单纯的付出 不求自己的益处 恩主 就像那个母亲只求孩子的益处一样 恩主 让我们是存心温柔 欧主 要像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去传福音 去牧养人 Amen 主啊 是的 愿我们真的是有那个为父为母的心 可以去传福音 主啊 建造我们的生命 可以不断的成长 可以长存温柔 陪伴 喂养 建造属灵的下一代 主啊 赐给我们牧者的心 学习爱肢体 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